大家好 我是思佳 歡迎收看小資女夯什麼 現在呢是自然系的美人當道 也就是濃妝夜魔的妖艷妹子 已經不流行了 但是呢 如果不要濃妝 就表示你原本的底子要非常的好啊 所以呢 到底要怎麼樣 才可以有完美的膚質 讓你可以用自然系的美顏 跟大家見面呢 請大家鎖定今天的節目 首先歡迎今天的來賓小柯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柯 說到保養真的覺得很重要 是 你也算是童顏啊 對啊 看不出來我們年紀對不對 超酷的 你真的就是個大兒童啊 對 你好適合去代言什麼兒童樂園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我蠻適合的 如果有需要這樣子的節目可以找我 但你旁邊的這位真的就很會保養 對 沒錯 他真的不得了耶 依依 你為什麼可以生完小孩 依然狀態可以這麼好 我跟你說就是 重點就在於生得多 你知道人家會說 你生三個為什麼還是瘦瘦的 我就說就是會生很多 所以很累 現在照顧小孩太累了 所以你不太可能就是胖得起來 但是我覺得女生真的是有保養還是有差 因為其實照顧小孩很累的時候 你就要尋找那些就是快很準 可以精準的讓自己皮膚變好的方法 沒錯 所以你要講到保養這件事情 我們的節目 正殿之寶 就是他了 我們Sam老師 對 那因為其實就是剛剛講到就是 你如果想要讓你的皮膚是有那種素顏感 對 當然你的皮膚的基底就要好嘛 對 不然你皮膚太多瑕疵 你一定要花一些妝 不然的話你的皮膚就沒有那種素顏的好感受 那我今天有帶來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讓你的肌膚呢 在保養的時候呢 洗完臉第一個步驟 就可以讓你肌膚達到一個很好的潤澤 跟保濕的功能 喔 洗完就有種 對 洗完臉就要先用 因為其實有些人他可能對於保養 他也不想擦太多繁複的保養品 尤其是男生也不想 啊 我還要擦什麼 好多好多大 對不對 最基本的你洗完臉 一定要先讓你皮膚角質潤澤 達到一個保水的狀態 所以就是這一品 你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有沒有看到這邊 顏色很白的呢 我以為是樣種 完全的 而且他的這個感覺 對 你會覺得很乾淨 對 非常的乾淨 很素雅 是跟我們的主題很普和 對 所以你的皮膚就是要這樣子 潔白無瑕 基底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瑕疵的感覺 就是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呢叫做Baby Fish 有沒有看到 喔 Baby Fish 就是像我們小朋友的一樣 對 你看他這個是壓制在上面的 它整個 我覺得品牌的整個設計 就還蠻乾淨的 很典雅這樣子 然後這一瓶呢是比較特別的 這一瓶呢是他的這個 基底全效露 然後這一瓶你看他的包裝也很漂亮 是一個霧面的玻璃瓶 對 黃金海藻基底全效露 那全是全部的全 效是發酵的效 對 基底全效 他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他一樣有做這個 倒的開口 就是不是那種整個大開口 讓你整個倒出來 是 那我會建議就是呢 因為你要讓你的皮膚在 洗完臉之後第一道程序 可以達到很好的保養功效 第一道就要做好嘛 對 沒錯 所以呢我會建議大家搭配化妝棉 喔 為什麼 因為呢 經過擦拭之後 輕柔的摩擦 可以幫助你把每天 微亮的角質再卸掉 對 而且每天很多人都會 一定要擦隔離霜嘛 對 防曬霜嘛 這些都要卸妝的嘛對不對 即使你沒有化妝的話 還是建議這樣稍微擦一下 因為可以幫你的肌膚有做到二次清潔的功效 那這一瓶呢 我再倒給大家看 它本身就是有點像液重的對不對 然後打開之後 它這邊是有這種開口的 就可以直接這樣倒 就不會直接整個倒出來 然後你剛剛開始用的時候 它這邊有一個塞子 把它取出來 這個塞子要把它取出來 你看它還有一個塞子 有喔 那我會建議這個塞子你用完 可以把它裝回去 因為其實你有時候蓋子沒有蓋緊的話 也可以防止它去揮發嘛 然後保養品可以用得比較長久一點 那你看倒出來就這樣子 哇 好像有點露耶 有點粗稠的感覺 對 有一點凝露狀的 然後它不是那一種非常的水 不過它也不是那一種非常的稀的 它就藉在中間 它就藉在中間 這個可以 哇 四邊一起用好耶 你看 你看 也太快了吧 很舒服對不對 你看喔 它沒有什麼味道 它幾乎沒有什麼味道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樣子 對 它是有一點點凝露 一點點微微的 對 所以它針對 對它的保濕度就會非常的好 對 那因為這樣的質地呢 針對一些可能肌膚比較容易敏感的人 對 或是說你皮膚呢 本身就是呢 我不想讓我皮膚有產生任何的 不好的狀態 比如說有些人 他不保養就算了 保養了之後 綁著擦保養品過敏 是不是得不償失 對 所以它是針對這種敏感的肌膚 都可以完全的去安心的去使用它 最主要第一個它裡面有精女眉的萃取 因為精女眉的話 可以針對肌膚像一些發炎的狀態啊 然後一些舒緩 它有一些抗菌的功能 比如說有些人他可能很髒 摩托車主啊 或是枕頭都沒洗有沒有 長痘痘那些 它就有這種鎮定的功能 然後舒緩它 然後還有一些收斂的功能 因為有些人他會很怕用收斂水 對 其實你一直用收斂水 其實你皮膚的毛孔 是沒辦法有出口的 而且很多收斂水 沒有酒精 對都有酒精 那你聞它的味道 它是無咖味的 沒有對不對 不會有那種酒精味 對它是用精女眉 來達到收斂的功能 然後接下來它裡面有一個 普拉索蘆薈葉的汁液 還有豐富的維生素C 還有礦木質 還有金掌花 金掌花就是那可以有收斂啊 美白 甚至於抗咒 潤摺 還有高效的保濕能力 還有一點就是呢 它有一個鎮定消炎的功效 然後特別特別 你們要添加一個主要的成分 叫做甘草酸惡甲 甘草惡甲就是呢 針對你皮膚已經是過敏的人 你也可以用它 或者是有一個狀態是什麼 就是 我可能今天曬後 我皮膚好像有一點微微的曬傷 那我又要保濕怎麼辦 這個也是 它全都這麼的天然 那像有一些人 比如說季節交替 社會敏感 或者是像我曾經發過徐麻疹的人 也可以用嗎 當然基本上是安全的 只是說我不能保證說百分之一百 因為有一些人 他對於這些可能皮膚的敏感來源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因為它裡面沒有添加任何的 不良的東西 比如說它沒有添加酒精 香料 色素 Paraven防腐劑等等 它都沒有添加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純保濕的植物性的萃取 所以你那些有徐麻疹 如果說是因為你的皮膚自己發出來 然後我可能要擦保濕型的保養品 然後我皮膚比較舒服 那裡面也有正經舒緩的功能 就是可以的 就是這樣針對那種會鬧脾氣的肌膚 對 或者是有一些人的皮膚可能 他覺得說我今天真的不知道該如何選擇保養品 對 然後又很怕有些成分對於皮膚是不舒服的 你也可以來選擇這樣子的產品 那如果出油呢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有時候保養品會共用 對 他比較容易出油的肌膚 他也可以使用 可以可以 因為他裡面有基品膚 就可以幫你有抑制油脂的這個功能 還有精展化 對 精展化本來大家知道有一些很知名的品牌 就是整瓶都是精展化 對 他就是有優水平衡的功能 對 他也是把它加在這裡 老師那現在桌上到兩瓶要怎麼使用啊 你有看到這一瓶對不對 對 你看臉都是白色的包裝 這一瓶呢 是BabyFish的這個水泥膜 他是一瓶呢 就是他是像脂質類的保養品 就是呢 如果說你的皮膚呢 想要讓你的皮膚 達到可能保濕潤澤的功能 你就可以在這一瓶 全效露之後就擦上這個水泥膜 然後這個水泥膜也可以直接當 凍膜來使用 對 然後他的質地呢 也是非常的輕透 然後有些人皮膚如果比較乾的話呢 你可以擦個兩層沒有關係 然後就像剛剛這個小CALL講的 你說如果說你老公 本身比較油 你就讓他擦薄薄的一層就可以了 你看他的質地 有沒有看到 喔 看到 然後你看我的手指頭這邊 有看到嗎 對 有沒有看到我這樣畫了 他就畫下來了 有喔 就有點比較水的有沒有發現 對 所以他可以當動物來用 對 對 所以他就是很清爽 我也是他的保濕能力也很好 嗯 就是等於說他就是讓你的皮膚呢 擦起來的概念就是 我不會造成肌膚任何的負擔 對 不過又可以很舒服 你看 輕輕一推 你看 就這樣給你水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 因為本身呢這樣子擦起來的效果呢 給大家看一下可能 人體 我們先不要講臉 因為臉兩頰一定會比較乾嘛 然後全身上還有哪些部會比較乾 比如說像手肘啊 對 關節啊 膝蓋 這都會比較乾燥 那當然不是說這樣你把這個拿來擦身體 你要擦身體也可以啊 因為他本身就是 他是臉的保養品 他只是我們來測試一下 欸那我來試一下彩妮好不好 我來試你的膝蓋好了 膝蓋好 手肘 手肘 手肘很多人會忽略欸 對 沒有什麼會特別保養 那我先來測一下你的手肘的這個保水度 哇你看看亮 紅燈 哇塞 好缺水喔 有沒有看到 25 39 25 39 然後他的笑臉是第一個撇嘴的 他已經哭的啊 對他已經亮橫燈了對不對 然後怎麼用呢 現在就是正確的使用的步驟 就是你可以搭配化妝棉把這個全效露拿出來 先拍整套整套來做一次 然後先放上來 你可以先輕拍對不對 輕拍之後你可以輕輕的把全在臉上 這樣子其實他就可以微量代謝的功能 不過他的保持能力也是一起進去的 然後甚至於你可能在用完化妝棉的當下 你可能覺得你的臉兩頰比較乾 你可以把化妝棉稍微再兩頰 簡單的濕敷一下 這樣簡單的濕敷可以敷個十幾二十秒 或三十秒鐘都可以的 一分鐘也可以 可以加強局部的保養這樣子 你看其實我在敷的過程他很快 輕輕的推 你聽說嗎 他其實很快就不見了 他很乾 對 他很缺水 他很缺水 你講很乾也有可能 不過呢 也有一點可能就是他的滲透力也蠻好 也很好 那你看我剛剛擦完這個全效露 你看兩個手肘給大家看一下 喔 擦好多 你看這個地方是不是比較保濕 對 保濕力感覺比較夠 有光澤感 這邊就感覺比較粗粗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擦上水檸檬 好 吸收好快 這個水檸檬其實就很像他的這個全效露 再稍微加強 對 你看 而且他味道很香耶 對 淡淡的香味 淡淡的草本的味道 淡淡的草本的味道 對 淡淡的 很淡很淡 因為他沒有加 對 有一點淡淡的香味 就草本而已 你看這邊就好了 很快 而且你會發現 我覺得你老公要用這個 他也不會覺得 怎麼會 因為有些男生他會說 這個保餅怎麼黏黏的 我覺得你男生用應該也會很喜歡 因為他的質地很舒服 所以他真的差別很大 對 顏色跟韌澤 我記得都差很多 用肉眼看這個明顯 對啊 怎麼差那麼多 因為看到這邊是亮的 對 真的 那這邊就 當然他這樣子弓起來 只是說這邊的保濕度 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不好 直接來測 他整個色澤都不一樣 對 你看他已經變笑臉了 好誇張 45 剛剛25對不對 對 25 然後他的笑臉給他滿格 天啊 你看他笑臉嗎 對不對 但是他看起來是很乾爽的 對 不是那種很綿密的 對 不是那種綿綿的 我覺得皮膚真的很乾的時候 不妨下重本先擦全身 對啊 對啊 也可以 你要不要這樣看 好像有道理 好像用砲盒會快一點 好像是 也可以 然後我把蓋子蓋起來 剛剛真的沒有比較都沒有傷 對 其實你看像一個小細節這樣子 然後這個效果其實就很明顯 所以如果你想要當個自然系的美人的話 基礎的保養是不太小的喔 欸 我們今天講到自然系的美人 所以呢 你就要有個自然系的底妝 粉底液就很重要啦 但是很多的粉底液你一擦別人就會說 好 你有化妝抓到了喔 所以你看 女藝人又要漂亮 又要可以遮瑕 又要可以上妝 又不能被人家發現 是不是很難 我覺得好辛苦喔 很辛苦 對 尤其是我覺得有的粉底液啊 它那個擦起來之後 你的臉看起來更乾 然後乾了之後就會去滑粉 滑粉就會有細紋 不擦還好 一擦有細紋 沒有 有一些很奇怪 就是剛擦的那前三個小時 好漂亮喔 對 你在家看的時候覺得怎麼自己皮膚這麼好 對不對 然後呢你就去外面錄個影啊 吃個飯啊 你再照個景點 這鬼是誰啊 你怎麼會長這樣 真的耶 或是出外景 對 玩水啊 玩遊戲 流汗啊 塗掉就變土石流了 很可怕耶 那有一些本底它是那個包覆性很強 一開始畫上去 你整個人好像就是像雌娃娃一樣 但是我覺得那個很恐怖耶 因為那個其實超不透氣的 你整個人像戴假面具 然後一陣子之後 你就會發現 臉上開始長痘痘痘 髒痘 啊 發住了 沒辦法呼吸 對啊 所以我們常常說到 就是你要當自然系的美人 就好像你的皮膚就是 像沒化妝一樣 問題是 不可能有人的皮膚真的完全不化妝 都是真的非常沒有任何瑕疵的 而且你知道現在電視 對 都是HD 對 那個看起來有多明顯的 毛孔啊 你的任何一條細紋 多多少少 當然我相信有皮膚很好的人 只是說你在怎麼近看 其實都還是會找到一些瑕疵 所以呢 就會靠一些可能我們的底妝啊 來讓你的皮膚呢 完如好像你是裸妝的感覺 那因為其實所有的底妝類 包括所謂的可能素顏霜等等 裡面其實都有粉體的 那這個粉體呢 它會吸附你的油脂 所以你的皮膚呢 可能剛剛像思佳講 前三個小時會很漂亮 因為現在開始吸附油脂之後 你皮膚開始就乾了 就缺水了 對 就會開始有乾液的問題 你知道思佳剛才講這個 讓我想到 我前陣子去一個早餐會 然後呢 就想說粉底就好 看起來很自然 然後因為早餐會就認識新朋友 對 然後沒有想到就是結束之後 我照鏡子 我整個嚇傻了 因為我這邊因為一直笑嘛 這邊全部的紋路 這邊都卡了卡粉 都沒有人跟我講 我覺得我好丟臉喔 我怎麼會跟你講 對 他一定想說這個妝 是昨天花到今天了 所以我今天有帶來一個 現在最新的 而且是一個非常科技感的保養品牌 那這個品牌呢 它很厲害 它非常的科技感 這個品牌呢叫做 Beldora 它叫做貝朵娜 然後我今天帶來的這一品呢 叫做 HD 智慧光感粉底乳霜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我把它分開講 光感粉底乳霜 表示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就有很好的保濕霜當基底 再搭配上 有一個智慧的光感的粉體 讓你的皮膚呢 可以達到完全的明亮 折射一些光線 把瑕疵折射掉 所以它是一邊保養 一邊讓你有那種第二層肌膚的感覺 好新鮮喔 對很新 而且呢 它的品質你有沒有發現很美 好可愛 然後上面有一個鑽石對不對 對 這一瓶呢 又俗稱它叫做 粉鑽瓶 上面有鑽石 剛剛有講到一個很大的一個T 我說它是HD HD 因為我們現在攝影師的HD 就是很高清 所以它用起來就是非常適合 你在高清的電視裡面 看起來是非常光澤 有光澤 對 我跟你講這瓶就是 你要去哪裡交朋友都可以 你要去早餐會晚餐會 到外面交 你半夜啊也可以 是宵夜 那這一瓶呢 我要先跟大家講 它是大有來頭 因為它在今年呢 算是台灣之光之外 它也征服了今年的 法國巴黎時裝週 什麼 這一瓶在時裝週來上了 對 而且是法國喔 而且我有帶來影片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真的假的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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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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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覺得你們自己摸摸看 你會覺得它好像在摸 有點在摸杏仁豆腐 我知道 它有一點那種 你輕輕摸一下 你會覺得很像在摸杏仁豆腐的感覺 喔對耶 你懂我的意思嗎 有有有 QQ的 好Q喔 而且我先跟大家講 像Beldora這個品牌 像光這一瓶裡面 它裡面就有一個雙專利的 楊潔梗的萃取 那什麼叫雙專利呢 這個雙專利的第一個呢 它是透過 美國個人照顧產品協會的審查 跟認證就是PCPC 就是它已經審核過它了 這是第一個專利 那第二個專利呢 就是美國的AMALAB 就是呢 人體實驗的產品測試之後 無不良反應的安全測試 等於說我今天擦上去之後呢 我的皮膚可以達到很放心的去使用它 而且還添加了什麼 南非的布火草 然後還添加了來自於北法的這個什麼 就是軟毛松枣的成分 它這個成分就是有強效高保濕的功能 所以你一邊擦 再透過這個 有分之等於要生肉科技的技術對不對 讓你保濕度可以直接滲到肌膚的底層 那這一瓶比較特別是 裡面還有添加一個 日本的大車前子的萃取 那這個成分呢 大家知道其實你有發現 很多人的皮膚可能都是 你卸完妝之後 皮膚就會黃黃的暗暗的 那這個成分呢 可以幫助你的皮膚呢 有一個第一個就是像抗糖化的作用 什麼叫抗糖化 其實糖化作用它是針對皮膚裡面的 打結斷裂流失嘛 那皮膚就會凹陷 伴隨著我的皮膚的整個狀態 就會變得比較 變成蠟黃 就是好像他們講的核變 核色的核 核變的問題 會增加皮膚的 通透感跟透明感 皮膚就會變得比較亮 就有一點也像是那種抗氧化的作用 很多保養品 甚至彩妝 基本上就比較不能改變這樣子的問題 那這一瓶HD的這個 智慧光感粉底乳霜 裡面就有添加這個成分 而且我覺得老師你剛才給我 我不是塗上去之後 我一直好喜歡它的味道 因為它好像有某大品牌的那個味道在裡面 好高級 因為它想要讓大家在擦這個 Berdora所有的保養品也好 這個粉底乳霜也好 就是我在保養它的手指 或是我擦它的東西 這個香味也可以達到我是 愉悅的功能 然後呢我來試一下採你的手好不好 採你的手借我一下 這邊我們就擦這個Berdora這個粉底乳霜 好那我把它推開來 那你看喔我在擦它的時候啊 你先看喔它的顏色是這樣子 有一點顏色對不對 對 感覺 不過你待會再看一下 它就開始校色了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智慧的光感粉體 這個光感粉體呢 它會折射任何的光線 然後校色到任何膚色 所以說它是不挑膚色的 然後這邊是一個對不對 就是這個手是這個Berdora的 然後另外一邊呢我準備了另外一個他牌的素顏霜 我用大概一樣的均等的亮 我把它擦上 你看這邊就比較白 對 你有看到 就會可能稍微白了一點 你看我都一樣把它推開來喔這樣子 好 那我接下來呢我要來測試一個就是呢 大家很不喜歡那種可能會黏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有準備了什麼 這個 保麗龍 保麗龍在這邊 碎的保麗龍 好不好 然後呢你把手直接放著就好 沒有直接放著 直接放著 對好 兩隻手都放著 好 然後你看喔我現在把它放上來 好 那你看往下 你看喔這邊我這樣輕輕撥一下 看 你看哪邊哪一個有沾 欸 這邊沾比較多對不對 對 這邊幾乎是沒有沾到的 所以它這邊清爽度是非常夠的 完全不會黏膩 而且因為我覺得它擦上去有一種 隱形肌膚 對 你知道就是 它上去就好像 欸我有擦東西嗎 好像沒有 欸但我記得我有擦 可是它看起來會有一層 對 然後因為我剛剛其實 我有點心機 又把它塗在腳上 對 因為其實腳一定會比較乾 對 比如說你擦臉 因為你臉會做一些大保養什麼之類的 那我就想說 如果它有這種隱形肌膚的功能 那我拿來擦腳就對了 結果你有發現我腳的顏色差很多嗎 有耶 對 而且是自然的 而且這個很像是我天生皮膚的顏色 沒錯 我覺得你保養得真好 可是這邊就 因為你知道腳有時候循環的關係 對 你不會有那麼漂亮的顏色 對 它可能只會顧到臉而已 因為它不會沾 因為有的粉底會沾衣服 它會有一個粉的顏色 對 但它們家的擦上去完全不會 不會沾對不對 它不沾連 所以我剛才敢拿來擦腳的原因就是這樣 而且實際上你是擦這隻腳對不對 對我擦這隻腳 然後你看這一隻嘛 你看喔我放上去 你看 完全都沒有沾到顏色 但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 有些東西你塗上去你摸得出來 你自己感受得到說 OK我有作弊 我有塗東西 可是它們家的就是那種天生的 對 真的是從裡面弄出來的 就完容你的第二層肌 不過是完全看不出你任何有做 看不出來 有做手巧 對 很明顯就是譬如說講電話的時候 有時候這樣靠著臉 然後有時候一拿起來臉 就一塊那個皂掉了 在手機上面了 所以老師如果這個拿來塗臉 也一樣是不沾的對不對 對 它就是臉專用的 好想看喔 因為它最厲害的就是你塗完之後 你看你自己的手 對 手上也不會沾 那我來讓依依也看一下 讓大家也看一下 那產妮的臉借我一下 好來我來試一下 一樣你就把它擦上來 如果你要搭配什麼 你常用的習慣方法 你要用什麼美妝蛋啊 什麼都可以 不過其實基本上 你就把它當作 我覺得老師你剛剛拿手就非常好推 你就把它當作它是一瓶 其實它就是一瓶保養品 對 然後呢你會發現你在擦的時候啊 你可以用塗抹的方式 那像我個人用輕拍的方式 為什麼 因為其實呢它本身裡面有一個 剛剛講到一個智慧的這個光感粉體 這個光感粉體本身它就有一個 隔離跟保護的功能 它有兼具隔離的功效 然後呢它內在就是有保濕霜的功效嘛 就是它是內修護 然後外修飾 你看我這樣輕輕拍完 其實你看一轉過來你就會很有感覺 你有看到嗎你看現在擦完 整個亮起來 你看這一邊是不是整個都亮起來了 對 而且它有感覺比較有保養過的感覺 對 本身肌膚就很好的感覺 對 那我們再來看有擦了這一邊 我們先轉過來 有看到嗎 有 整個膚色是亮的有沒有 然後我們再轉過去沒有擦了那一面 有沒有 兩邊就有點不太一樣 對 其實它皮膚本來算好了 但是好還可以更好成這樣子 但是它皮膚擦完了之後 你有發現它蘋果肌跟眼下的那一塊 對 就不見了 我有個疑惑 就是因為剛才思佳不是講說 我們擦上去就像自己隱形的肌膚 如果我平常這樣擦出門 我回家會忘記洗臉 會以為就是這樣 但是需要卸妝吧 因為會忘記啊 以為是自己皮膚好 那就是 你那是記性不好 你那是要去吃別的保養皮膚 對 記性好 文字兵討似的 文字兵討似的